大行为演出一票难求 甚至有黄牛倒票的这种现象 这确实特别是去年疫情防控平衡转断以后 这种大行为演出逐步恢复 出现了这个现象 那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办法 特别是一些硬性的措施 主要是两条 一个就是实名购票实名路长 第二个就是要求所有大行为演出的门票 公开销售的比例不得稍有85% 就这两条很硬的措施 就极大的限制了这种黄牛倒票的空间 再加上其他措施 现在应该说倒票的现象已经有大有好转